我觉得0056还是一个可以长期持有的标的 现在非常多新的高股息ETF出来 都强调这是低价 但我这样说好了 你拿100万去买0056或买别的 其实赚的报酬率是一样大 我觉得优先买上市时间比较窮 不要买那种完全重压电子股的ETF 因为电子股涨的幅度可能比较大 但是不好意思我有买00929 但是我配了一个进来平衡的风景 美容那时候是刚好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被检查出来有清光影 我到神经科去看医生 然后就确诊说是犹豫症 他那时候时差几乎天天患时差 所以就睡得不好吃得不好 然后就发作了 碰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还算是蛮幸运的 如果再晚个五年十年碰到的话 我可能永远办法就没有办法再恢复过来 各位喜欢小宇宙大爆发财经单元的粉丝朋友们 我本人廖云婷 还有小宇宙大爆发的制作单位 我们都没有开所谓的LINE群组 也没有脸书社团 更不会打电话跟你联络 要小心诈骗的说法非常多 千万不要上当啰 小宇宙大爆发生活烦恼一一集八 大家好我是云婷 四十几岁就退休光这句话是非常的诱人 但你想如果你四十五岁左右就退休的话 第一件事情是钱够不够用 看用到什么时候 第二件事情是 欸四十五岁退休 每天都很无聊 接下来十年你要过什么生活 接下来二十年你要过什么生活 啊怎么样过得多才多姿 不要让自己很无聊 那再来就是到底我退休的时候要怎么安排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提前规划 不管从钱从生活从交友各个面向 其实我们应该过得更快乐 不然你干嘛退休对不对 好那今天我们这会这样的话题呢 起了两位真的超级会过退休生活的好朋友加入我们 首先欢迎我们热火大叔施丝卉老师 明天好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新加入的好朋友 FIRE 然后呢欢迎我们的老黑哥 明天好 大家好 老黑哥的新书上面就刚好也跟大家分享 准退休主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退休真不难啊 难的是什么 接下来的生活 那我们就看两位是怎么样过得多姿多彩 那老黑哥先让大家认识你一下 因为你的这本书就在分享准退休人 他自己要对自己未来的人生 要有点想法有点规划 那你自己呢我们也是很吃惊的 你之前职场经历也很精彩哦 我只在一家公司在带国 那做了22年嘛 也就是从基层做起来一直到45岁 然后就离开了 所以你说薪水高对了 就跟大大多人大部分商班族比起来是蛮高的 嗯 可是因为我们那是外商公司嘛 嗯 然后你职员如果说 呃做到一定的职位能够被外派的话 其实我们的薪水我当时不是月薪60万 嗯 我们的薪水是按照国际的薪水来计算 所以我们是用美金一年多少钱来算 我当时年薪是20多万美金 20多万美金换算过来的话就是差不多 月薪台币60万 可是话讲过来20多万美金 如果你从国际企业的标准来讲的话 也就是一个中间主管的水平 哦用外商的逻辑在看这件事情的话 但是如果以local台湾人的薪水来看 因为台湾现在真的低薪化 会觉得这是很诱人的薪水 所以我会给就是说 有对想要提早退休一些年轻人的建议就是说 你大家都在抱怨说薪水太低嘛 嗯 你不要只看台湾这个小池子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往大池子去移动 嗯 可是你当时45岁算真的是蛮年轻的 那算是很勇敢的决定 很多人说我勇敢其实我没那么勇敢啊 我当时只是想说 我已经不想再早久晚 我已经20多年了 很烦了很累了 所以我想换一个人生的跑道 所以我当时想的是说放自己一个大假 放一年两年的大假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大不了再回去找一个工作嘛 哦了解 可是真的一旦离开之后 大概不到半年 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回去了 这么快乐 然后就觉得这个准退休生活应该是就直接退休的生活 你喜欢 你享受 你可以把生活打理的 而且我养的活我自尽 哦 这也是个重点 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谈 施老师 基本上40多岁退休 你不管在哪一个行业 基本上你几乎都是中高阶主管的 薪水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要在那个时候退下来 真的很难做这个决定 我跟老黑不一样 他是光荣离开的 我是被迫被lay off的 我43岁比大概早2岁 我最多最多40岁曾经一个月薪水 不过就是15万而已 其实我算是对照组啦 他是人生胜利组 我是人生失败组 我是被迫离开的 所以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就直接叫我回家了 但是离开高阶主管的位置是不容易的 那时候在家里的那个日子怎么过啊 一开始还是隐瞒着小孩 太太知道 所以每天还是穿着西装出去啦 到我朋友的一个办公室买卖股票 那就是有一次我女儿打电话到公司找我 那公司说啊 失贤离早就不在啦 他才终于知道爸爸其实失业 但他只过了两三年之后才跟我说 他其实早就知道 他怕你难过 对对对对 那后来我也就觉得说不要再隐瞒家里了 我就回到家里打开nobu 买卖股票 照顾家人嘛 但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最大的压力 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我的社交圈越来越窄 我那个时候认识的同业 同事 客户 大概都离我而去 因为我们那个证捐业 你知道是交换情报的一个工作嘛 交换资讯的嘛 那我这边已经 他们从我这边得不到任何的资讯 他们就不会再跟我交朋友啊 就那时候只剩下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会我还给我去参加 其他的在职场上认识的朋友 基本上通通离我而去 第二个我在家打开nobu 买卖股票 居然也可以养活 家人 很棒啊 会不会造成那个子女的一些价值观的错误 以为以后不要工作就好了嘛 跟爸爸一样 买卖股票就可以赚钱啊 还好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我现在那三个小孩 都照着他们希望走的 有兴趣的路在发展 那其实退休生活的第一天 你一定是happy的 像我们的老黑哥 听说前两周是睡得非常高兴 睡到自然醒 什么时候开始突然觉得 惊惊怪怪的 前两个礼拜好像过年一样 可是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你早上眼睛一睁 然后就觉得 哇那我今天要怎么过啊 就每个人一天都是24个钟头嘛 以前上班的时候 24个钟头都不够用啊 你现在24个钟头 你要靠你自己去想办法 把它给填满 所以接下来我大概就花了不少时间 就做两件事情了 一个就是大量的看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量的旅行 那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给我很大的帮助 因为他读书跟旅行 都可以让我去认识外界的世界 然后反射回来 让我自己跟认识我自己 于是我就找到了 我觉得我把它叫做 我的人生的志业了 包含了就是说 像我喜欢写作啦 我喜欢旅行了 我喜欢玩音乐啦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渐渐开始 找到我生活的重心 那此后我就没什么好担心 后来就变成 又就跟上班的时候一样了 24个钟头都不够用 那其实这个就是退休的人 真的事前就可以规划 跟思考的 像台湾的这个调查 我们看到很多台湾人 退休以后最担心什么事呢 然后看第一个 钱不够用 或者是钱出很多啦 可是通膨会把我吃掉 越来越不够用 再来就是很担心我的身体不健康 或心理不健康 再来就是没有生活中心 没有生活中心真的 好无聊 所以钱的问题 也是为大家很紧张的 对不对 对 我想说 退休准备越早越好 但是永不闲持 不管你在任何的年龄层 你都要开始做准备 我常常说有准备的长寿是福气 没有准备的长寿是诅咒 你若没有把退休准备好 万一活到一百岁怎么办 你可能真的没有钱用 那我现在用三个年龄层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建议 二十岁到四十岁你可能刚刚开始进入职场 正在努力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用定期定额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也不要焦虑什么选股的 就去买ETF 高股息型的ETF 或者市值型的ETF都很好 也不要焦虑进场的时机 你直接用定期定额长期来做 但我希望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间 最好要买一些保险 因为未来你可能会失智 这种长照险越早保费相对低一点 第二个要买房子 我一直认为年轻人不该那么早 放弃买房的梦想 但是你不买永远都买不到 我这样讲好了 所谓的房价所得比 现在大概二十倍 等于说你一百万的年薪 大概买两千万的房子 就是二十倍 但这个数学公司是什么 分子是房价 你不要买到两千万 你在新北市 最近我在树林 看到树林的生活经济好 树林的房价一定比板桥便宜 第一个你的分子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第二个你年薪一百万 难道你不会经过努力的工作 年薪慢慢增加吗 所以那二十倍会慢慢降到十五倍 十二倍 没有那么可怕的啦 也不是说二十年不吃不喝 才能买得到房子 现在这新清安贷款真的很棒啊 五年的宽限期 四十年的房贷二点一几趴 我们那个时候买房子 十二趴 对不对 所以赶快要缴房贷啊 对对对 现在不是 现在其实对于贷款的人来说 相对友善一些 那到了四十到五十岁 我觉得是你人生可能资金状况 最好的状况 你做到中高主管 这个时候可以用心投资 甚至积极一点 如果你现在是买的台积电的话 你真的是很厉害啦 太开心了 我觉得在这四十到五十岁 你可以去承担一点点股价波动的风险 到五十岁以上呢 我觉得你开始慢慢要进入你退休的年龄 该开始回到稳健投资 这时候我其实比较建议买的是高股息型的ETF 有稳定的股息进来 让你可以慢慢练习你开始进入退休 要追求安全稳定的一个阶段 因为现在台股有AI题材 所以都飙涨 连高股息ETF都变飙股了 所以很多人啊 这个早年啊就开始存啊存啊存 0056想说我为了退休生活做准备 现在台股两万四了 我觉得我好像不该 是不是要停累一下 这真的很纠结 这怎么办 去年我的粉丝提出来的问题 最多是老师我已经赚了40%了 我该不该卖 因为以前0056是很牛皮 就停在那里 但去年就是AI概念股 让它暴涨 所以现在有非常非常多高股息ETF 开始增加电子股的部位 那我觉得该不该卖0056呢 有个最简单的标准 就是你有资金需求 你就卖 没有资金需求 何必把那母鸡杀掉呢 每年都给你配鸡蛋 但是我觉得投资目的 其实就是要花钱嘛 你把赚到的钱花在你觉得 不要说有意义啦 花在你开心的地方 其实是很棒的事情啊 比如说有个网友 他跟我说他其实卖在34块 没有卖得很好耶 为什么 但是他把那个 把那个钱 卖掉的钱 赚到的钱 拿去装潢了他先生的一个小提琴的专业教室 让他先生可以在家里教小提琴 那他先生的置业就像老黑讲 置业是教小提琴 买卖股票是增加他达成梦想的一个机会 但买卖股票赚钱绝对不是最后的目的 目的是应该去装潢一个小提琴的专业教室 有资金需求就卖 没有资金需求就不要卖 千万不要以为说你知道高点在40块 卖掉之后跌到36再买还 现在就涨到42了 对不对 对啊 而且更不要因为你卖到34 36在那揪心啊 不需要 你换到有个无价 对 就还有酸民在下面说如果卖在42不是更好吗 干嘛捐弄个小提琴教室 但人生的目的不一样嘛 千金难买早知道 那如果说0056啊 他是一年一配 现在变成四配了 已经就是从善如流了 大家都要这样配了 然后加上配息也有把它调比较高一点哦 那你怎么看待0056 我觉得0056还是一个可以长期持有的标的 但是他是怎么样 他已经四十几块了嘛 所以现在有非常多新的高股息 ETF出来 都强调这是低价嘛 但我这样说好了 你拿100万去买0056或买别的 其实赚的报酬率是一样的 10块钱赚的报酬率跟40块赚的报酬率是一样的 其实不是看绝对金额 而是看报酬率嘛 对 所以我觉得买高股息 ETF有四个需要做提醒的 第一个就是买了不要换啦 虽然现在有十几次二十几次 就像我一样永远买0056 为什么呢 我这样讲好了 0056在2007年挂牌说是25块 经过这么多你知道配了多少钱吗 等于快要还本了 对啊 再下一季就免费了 所以你必须报偿才可能有还本的机会嘛 你换来换去坦白说每一支 每一年的报酬率会比较会有上下 但是你报了一支其实差不了太多的 大家不要俩孤糟糕 一下子这支好就买这支又换掉 然后换来换去永远没有还本的一天 是 对 第二个我觉得上市时间比较久的ETF比较好 为什么 比如说你上市时间久 他很多的成分股的建立啊 是在股价比较低档的时候 你现在2万点才开始推出的ETF 他建立部位的时间点是不是2万点以上 对 相对的涨幅会小一点嘛 那你以前建立在1万5千点 1万2千点 那涨幅当然比较大 对 要是他买成分股也比较便宜啊 对对 而且上市时间久表示他耐得起这个什么 那个波动的一个考验嘛 经历过比较多大风大浪 所以我觉得优先买上市时间比较窮 那另外就是不要买那种完全重压电子股的ETF 因为现在大家觉得高股息ETF也会涨啊 所以大家就重压电子股嘛 因为电子股涨的幅度可能比较大 但是像现在比较00929完全就是电子股 ETF照道理应该分散风险啊 怎么可以重压电子股呢 但是不好意思我有买00929 但是我配了一个兆风金 因为00929里头没有金融股嘛 所以我就配一个兆风金来平衡这风险 但我的阻力还是0056啦 00929只是我想说多尝试一下 现在这么多芝麻 总不能一直抱着芝麻 偶尔还要吃点点心嘛 我们还想说我们有付费看老师的方格子 所以我们以为这是秘密对 00929 所以你要付费才看得到我 但是今天没有付费在我们节目看到 还有最重要一点 现在虽然24000点不要再焦虑进场时间了 是吗? 就用定期定额 如果继续涨上去你有享受到涨幅嗎 如果跌下来更开心啊 你可以买到更便宜啊 所以我现在觉得说不要说24000点是高点 谁知道呢? 所以我觉得定期定额就永远不要再焦虑进场的时间 你的买高股息ETF赚的是什么? 股息 所以章数比价格重要 这是施老师给我们的一个累积我们退休金 他让我们退休更安心的一个方式 老黑哥你有什么建议你有三个原则要遵守 尤其是退休了 你年纪轻轻的话你可以多冒点风险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你冒风险然后就配钱 所以全军覆没 所以如果说你的理财的目的是为了退休的话 因为每一个目的的话你的理财方法应该不一样 但如果你的目的是退休的话 我有三个建议 一定要长期稳健 然后分散风险 然后不懂的东西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去碰它 这三个原则大家一定要遵守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老黑哥算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呢 经历比较多风浪的 我出了社会之后大概工作了两三年三四年吧 就传到我人生的第一个十万块钱 那个时候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 那时候是台股第一次上万点的时候 人人都在买股票什么菜兰猪 什么那些名称就那时候发明 然后我同事就跟我说你买什么股票 我说我不懂股票我什么也没买 然后你笨蛋你不懂股票就去参加股有社 股有社就是说你把钱交给某一个股票老师 他懂他带你操作 赚了钱的话你就付他一点小小小的commission这样 于是我就报了五万块钱去参加股有社 然后不到半年他就拿了八万块钱还给我 那那个投资报酬率很高啊 那怎么办呢加码 赚了八万进去 八万块钱又进去啊 然后就不到半年 然后台湾股市就开始往下掉 然后股票老师就跑了 就带着我的钱就跑了 所以全部没了 那就算了 第一次的失败经验 努力工作啊然后又隔了一两年就碰到了 红圆集团 台湾金融水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诈骗集团 他的做法红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说他一股是十五万 然后他每一个月给你利息六千块 嗯 你算是看那个利息有多高 感觉投资率很高 每个月你六千耶 五十趴 四十八 对四十八 将近五十八 对对对 所以非常高啊 所以我就领了大概 也是好几个月的这个利息啊 就是这个歌舞升平啊 然后然后他就倒了 你买多少股 我买两股三十万 那时候因为你那时候薪水很低耶 那时候一开始 那时候薪水大概就两三万吧 两三万 然后你想想看一个月的利息就可以拿回来一万二 多好的一件事 感觉好juicy哦 而且搞不好还请大家去吃饭 我一万二这个是红圆送的 是是是 究竟你几个月 半年左右吧 六个月六二十二十二十 哈哈哈 反正反正就 三十万减七万二等于呃被骗走了十十十几万 那个东西还有一个尾巴了 因为红圆倒了之后 呃法院就发了一个证明给我说 哎哎红圆欠你多少钱多少钱 嗯然后隔了很多年我也没去理他 好像到了前几年吧 到隔了二十多年 我就到一个法院通知说 哎红圆那个那个赔钱下来了叫我去领 多少多少多少 五百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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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要先把律师会计师的钱凑掉啊 我坐计人车去领完再回来要六百块计人车 我没去我把那张纸贴在上面上面提醒我自己说以后 以后这个投资理财千万不要贪 对耳根子不要太软哦 啊然后红圆事情过了之后又隔了隔了大概两三年吧我就准备要结婚了啊 那时候我自己没有房子啊然后我丈母娘就说哎没有房子要娶我女儿嗯 呃那个那个贷款嗯 我记得前后一共缴了一百多万嗯 然后就碰到林肯大俊倒了哈哈哈哈 站在附近啊 林肯大俊就在细致 哦 我买的不是林肯大俊 你的案件是在附近的 就在细致吗 哦 所以林肯大俊一倒之后整个细致的所有的那些房地产全部就大掉价 然后 哈哈 然后然后又刚好碰到公司又把我给外派到澳洲去嘛 我就想说我跟这个房子无缘我就把给断尾曼 哦 缴了一百多万拿回来大概二三十万吧 拿回二十万 所以你亏了八九十万有了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我就跑到国外去待了五年了 嗯 回来之后也存了一点钱了 嗯 然后想说台北 但台北的房价又涨得太高了 我想说不要 不要买 我觉得CPU值不值 然后就跑去 把钱放在银行 李专就跟我讲说你要投资啊 嗯 投资什么呢 他说我现在最夯的就是 纳什达克.com 哦 那我就把大部分钱放在.com 你很会更流行耶 对对对 嗯 然后不到一年之后就.com就破灭了 哦天啊 你投多少钱啊 因为你那时候外派薪水是高了 不少钱 不想赚了 然后那又算了我也没理他 嗯 第二年又来个911时间 腰斩 腰斩两次 哦 这样说啦 我40岁之前的 所有的投资理财 嗯 就是全军覆默 只有一件事情我没配欠 定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时候定存的利率还算高了 哈哈 还能够打败通膨 哈哈哈哈 就是全军覆默 就是完全就没有 就是可能甚至太太跟你说 你就不要投资了 你不要投资还好 没有没有我老都老龚倒没说 我们同事倒是这样讲 啊他说你去看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故事吗 嗯 他们就会说 哎你去看那个老黑啊 他最近投什么啊 你就赶快卖什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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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近他最近卖什么啊 嗯 你就赶快去买什么 就是完全反指标到极致哦 那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我们刚才讲说投资啊 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的标的跟方向 那也要搞清楚局势 还有一件事 尤其是退休的好朋友 一定要注意就是 小心诈骗 施老师的诈骗 我也常常看到 一直跳出来跳出来 不是施老师本人的哦 真的不是哦 可是真的好真哦 我可能是被冒名的第一名 冒我的名最多 对 我跟我太太去树西都可以拿出来 那上面所有的文字啊 其实就是复制贴上 因为你是乐活大叔 他是写乐活分享人生 对乐活分享人生 是真的我粉丝专业的名称 但我不能申请蓝勾勾 因为这个名称是普通名词 大家都可以用 不是人名字 不说师生辉这三个字 可以申请蓝勾勾 但乐活分享人生不可以 那我在这边郑重呼吁 第一个我没有群组 第二个我没有社团 第三个我也没有很辣的助理 第四个我都不会上脸书做赞助 嗯 对他有赞助耶 对对对 只要是赞助 没有必要花钱赞助啊 对只要赞助就一定是诈骗 嗯 那我也深受其苦了 那真的有很有一些人了 因为被这个诈骗 即使用我的名字 而损失很多的钱了 有的时候也会私讯 我看的也很难过 大部分都损失几百万吧 有一次还有一个人说 我知道老师是善良的 嗯 我的钱一定是被你的助理偷走了 A走了 麻烦老师可不可以把 请那个助理还我钱 他还是相信我是善良 但是是助理做的 所以他当天还是相信 那个应该是你助理 用你的名义去申请的 对对对 深信不疑耶 那另外还有一个人就说 他也赔了几百万 那天我就回他 你看我的书就是0050 0056嘛 怎么会带你去买个股呢 嗯 你如果买我的书 你就不会被骗嘛 他就说你的书 连狗都不想买 啊 还有这么凶悍的这样子 他生气还被骗起了 那对我有什么困扰 你知道吗 嗯 我曾经被派出所叫去坐镇啊 哈 在淡水派出所 我家离淡水很远 坐捷运是坐到最后一站 还要坐计程车到派出所 嗯 那天就看着那街上都是男男女女在淡水开心 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去派出所 坐镇那个时辰会不是我 他出来的时候更好笑 这好扰民 哦 很辛苦嘛 因为大热天就买一罐可乐 坐在旁边喝 结果就有一个 施老师 怎么你会在派出所门口 哈哈 我说我在这边等我太太了 以为你坐这边办公 哈哈 这也是很冤枉 那还有最惨的 我曾经开了一个线上课程 叫超Easy 新手投资指南 也曾经上过你节目 对对对 有没有分享过 非常多的网友 以为那是诈骗 所以我那个课程真的卖的不是很好 我还跟他说 你觉得诈骗会只骗你三千多块钱吗 他说有啊 一两千块骗子也会骗啊 所以我这个课程 但是受驰鱼之腔卖的真的不太好 所以这边在呼吁 超Easy 新手投资指南 真的是我 路的线上课程 哈哈哈哈 那大家注意就是说 既然我们是在规划 我们退休以后的这个生活 要过快乐 你一定要远离诈骗 要基础的判断能力 还有就是不管他写的 再怎么有鼻子有眼 你要去查到本人是 没那么难的哦 最重要就是不要把钱交给他嘛 不要把钱交出去就没事了 这个人你就不要把钱给他就不会有事了 这是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方式 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身体啊 会逐渐老化 或心理啊 有时候会有几个坎过不去 那真的是退休后 我们真的要正式的一个问题了 像老黑哥我看你的书里面 也有分享到你退休后 其实前面都过得蛮开心的哦 好像就是大概在12年的时候 突然间 怎么了 犹豫症发作 那那时候是有准吗 还是 没有那时候是刚好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被检查出来有青光眼 那青光眼这种不能不能 reverse的一种疾病嘛 所以严重起来的话会失明的 所以当时心情就很 很污渍啊很很闷了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慢慢慢慢心情就越来越不好 然后就 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着 然后我老婆就 强迫我到神经科去看医生 然后就确诊说是犹豫症 退休12年的时候等于才56岁 56岁 那那个年纪慢慢的身体 可能很像是我们 呃有慢慢的 对对对 有老化的现象 对对对 不那次还好 那次时间不是很长 大概几个月吧 中间我青光眼动手术也很顺利 嗯 所以就很快就过 然后又隔了几年 就是一直到前年吧2022年的时候 嗯 呃那时候我我去做一做一个比较长旅旅行 嗯 游轮旅行80天 嗯 然后我一上船开始的时候就 呃有比较多的事情了 然后再加上一些换时差 那时候时差 几乎天天换时差 所以就睡的不好吃的不好 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旅行上面一些压力 然后就就发作了 旅行很贪心怎么会有 旅行有很多事情需要需要烦恼的啊 就是你要把什么事情都给处理好好的话 也不太容易的 啊你你真的彻底的完美主义者对不对 可能是吧 我的医生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你你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什么事情都是亲力亲为 很很很要求的啊 会会比较会 一方面有外在的压力 二方面就像讲的老话啊 可能到造成了一些你的自律神经失调 嗯 反正我的医生是跟我讲说 这两个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反正那次我大概应该八十天的旅行 我我大概不到二十天就 跳船 然后就回台湾 然后 有点可惜 对对对 嗯 其实没什么好可惜 因为你在那里很痛苦 对对非常痛苦 我根本不可能再走下去了 然后回来也是转转转转 一段事情之后 我运气还不错 碰到一个好医生 嗯 然后他就点出来我的这些问题 嗯 然后 现在就百分之百OK了 嗯 很好很好 我是觉得说 碰到这些事情 我觉得还算是蛮幸运的 嗯 因为我我是在这个年龄碰到 如果再晚个五年十年碰到的话 我可能用 永远办法就没有办法再恢复过来 嗯 那 那 也学到一些东西就像你讲的 呃 人碰到什么事情 努力就好 但不要要求完美 那够一点 来够来够 一点不完美 反而很完美 对对对对对 对我是开心 我我就是过瘾怎么样 哈哈哈我今天是休假怎么样 对对对 我出来玩 碰到事情你就面对他 接受他处理他 然后放下他 对 就无能为力的就这样 哎就这样 明天太亚奋再上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因为你的要求完美的个性 你也在社群经营上面也会遇到一些吗 也会吧就人家讲说你你都已经退休了有什么好压力 嗯 我觉得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有压力了 嗯 可能不是来自于工作 可能不是来自于金钱 嗯 那他就有其他事情 你家人了你亲友了 像我的话我可能会担心说 哎我出了书我的书卖的好不好啊 或者我经营粉丝业有没有人给我按赞了 那实际上不知不觉当中 你可能就活在这样子一个压力当中吧 嗯 所以我说我运气不错碰到这个事情 我现在我还是在经营粉丝业 嗯 可是按几个赞我一点都不care 那接下来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还是差不多了 我还是在写啊 我还是在旅行了 可是 嗯 就像同样是旅行这件事情也好了 就像你讲的旅行 你就大吃大喝大玩大闹就是了 对就大笑管你的哈哈哈哈这样 对对对对 你忙迷路就迷路啦 嗯 就这个这个碰到什么 呃呃多花点钱就多花点钱啦 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哦累够很多事情 累够很多事情 那就很开心啦 对不对 而且你原本的运动量就已经很够了嘛 对 你通常都是怎么规划自己的一天 听说你每天都必运动哦 我我对几乎都运动 嗯 嗯 我就跑步啦 骑脚踏车啦 一起床就先去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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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那么回力 我每天早上起床一定会去散散步 散步 然后吃完早饭 然后到晚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真正的运动 嗯 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会出去骑机车 嗯 这是我的运动的部分 哦那蛮好就是都有运动 呃那其实像我们 我跟施老师都会遇到酸民啦 他什么都能酸的啦 那老师你遇到酸民你会怎么 以前我都很开放 酸民留言 就让他继续留 嗯 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方法很好 诶 我就在下面说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 就不要来看嘛 然后我下面其他的粉丝就开始 开始来支持我 你知道 就把那个人骂一顿 就很开心 但我后来决定还是把它封锁掉 比较简单 但是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 在粉专的经营上面 嗯 因为我在粉专上面也没有在卖东西 也没在做业配 也没在做团购 嗯 所以我其实做的什么 很随性 甚至啊 今年5月份啊 我的粉专被下架了 蛤 人家检举下架 我有15万人追踪的 被脸书下架了 我一开始也觉得很错愕 我经营了那么久 15万的粉丝好像也是一个成就嘛 嗯 但突然突然想到说 没有这15万粉丝 我可能活得更好 不要再照顾他们啦 也不用这样讲啦 对对对 粉丝还是很想follow你的静态 后来我另外一个爱辉笔记嘛 所以他们可以到那边去留言啦 我爱辉笔记是分享 那你有没有去讨论一下 把粉丝丸拿回来 没有 那这样不就网络上现在满满都诈骗了 对 但是后来过了三天 自动回来了啦 哦他知道是本人啊 对你知道在脸书你要去 那个做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听说脸书在台湾只派了一个人 他做的事情都是email 对 那后来三天之后恢复了 我突然有点失落感欸 15万人又是我的负担了 你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退休之后 放弃或许也幸福欸 当你不执着那些事情的时候 像我跟老黑的旅行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是自重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规划 那我就是跟团 跟团其实跟买ETF很像欸 你那个成分股你不一定都喜欢啊 但是你觉得还OK就好了 跟团可能你想去的地方 他没有排在里头 没关系去了就好了 嗯 那那个自助旅行就像选股啊 你自己去挑你想要去的地方啊 嗯 我觉得我至少可能跟老黑不太一样 我就是不太追求完美的人 哦就是觉得有才遇到就好了 对有有就好了 随遇而安 对对对 先求有再就好 好我在看大家对休最担心的事情 第三点就是怕没有生活中心 没有生活中心这就完了 因为你每天醒来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对对 我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生活中心啊 施老师 我觉得自己找到生活中心不容易 嗯 但是你如果透过交新朋友 可能会带给你不同的人生 嗯 比如说我这几年主要的活动 第一个就是露营 这是我在2010年跟一群人在北海道认识之后 回到台湾这群人都很喜欢露营 所以我也是去跟着他们去露营 嗯 一开始呢 我其实不喜欢露营 因为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露营你知道吗 都狼狈 对不对 而生火啦 去打水 但现在那露营地都非常到好 还有干湿分离的浴室 甚至有一次啊 7-11的车子开上山来卖东西 嗯 一辆车卖的是干货 一辆车卖的是冰品 哇 现在在露营是非常豪华 另外我认识一群荒野保护协会的朋友 他们非常喜欢践行 我甚至第一次的践行不是在台湾 嗯 是去纽西兰 践行三天 每天都七个钟头 因为我们那一团就是为了我们单独设计的嘛 所以我们要求有走三条步道 每天都要 那三天大概每天走七八 七到八个钟头 嗯 所以我后来也回到台湾来 也是跟着这些荒野的人啊 到处去爬山啦 走步道 但我常常是罢咖 有一次我太太没有去 嗯 看到我们那个群组上面啊 森惠 你到底有没有去啊 拍照的时候 那大合照怎么都没有你啊 我说我还没走到 但是我现在 经过努力的训练之后 已经可以慢慢跟上他们的脚步 这也是 所以我觉得生活重心 要自己去找不容易 但是透过朋友 其实是好 对啊 而且你教新闻 像你跟老黑哥两个 就可以聊电影啊 对不对 他说他讲电影比讲理才好听多 哈哈哈 就是 不一样的看待事情的角度 你怎么把这个八卦讲出来 哈哈哈 哎但是就是 呃基本上喜欢电影 然后遇到同好交流 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那最后退休还是有几个 很好的这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老黑哥可以帮我们总结一下 给已经退休或者准备退休的人 几个建议就是 无论如何先养成你的运动习惯 嗯 那你不要说你你以前不爱运动 不会运动 运动好处实在太多了 就是不管你的 你的志业是什么 你的嗜好是什么 呃 你都必须要有足够的体力了 嗯 那不管你 比方说你要写东西啦 你要看电影啊 其实都需要体力了 你们两个文笔也都很好哎 就是可以给交流 对 我们一起出过一本书记了吗 哦对对对对 三大叔的乐福退休术 对 哦真的啊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 先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 嗯 因为你是做任何事情的 呃基础都是要有足够的体力 然后就是尤其男生啦 不要 退休之后就不要一天到晚 再去提以前 当年勇 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当年勇在办公室骂了谁谁谁 对对对 现在他多有成就了 是被我骂出来了 或者是被谁骂的谁谁 哈哈哈哈 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哎都过去了 我们就let go了啊 然后你的未来 还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 嗯 然后刚才讲的就是说 你的生活的新重心嘛 对 对我来讲的话 就是找到你 你会做 你喜欢做 你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 嗯 每一个人都一定有 我把它叫做一个置业了 有像我的置业就是写作嘛 嗯 那有些人的事业可能是 是当农夫啦 或者是这个 教小孩子念书啦 或者是什么 玩音乐啦 是 我觉得你一定要找到他 然后经常去做他 是 很多人不就觉得说 啊我做这件事情浪费时间 好像又不能赚钱 又不能够怎么样 我觉得不要 退休了 不要去管那些 嗯 就找到他 然后一一一 就去做他就对了 嗯 然后学着跟自己做朋友嘛 哦 跟自己做朋友哦 嗯 就是学会怎么样去独处 也就等于是找到你的人生之业 你就等于是在跟你自己 做朋友 嗯 那 独处哦 独处很很无聊 很尴尬 你有没有给大家什么建议啊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说你的置业是画画 随便讲 你觉得一个爱画画的人 他会不会觉得无聊 哦不会 他永远不会觉得无聊 他自己一个人就画啊 他一个人就画 嗯 如果不画的话你可能就去看 看画展啊 或者去看一些跟绘画相关的书啦 嗯 这个时候你就在跟你自己做朋友了 嗯 我喜欢做这件事 对 你就当然交朋友 我不反对了 可是如果说你 你整天的时间 如果只能够跟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 或者是 嗯 大玩大笑 那你离开朋友后怎么办呢 你的宴席总有总有结束的一天 也不能太依赖是朋友 对对对 那你要讲说 那你这样久了以后 会不会变成一个孤单老人呢 绝对不会 你越是懂得自己独处的人 其实是越 越合群的人 其实反而是变成 越越容易跟人家交朋友的人 嗯 但你如果是太 依赖你的朋友 还有一些年纪大的人 他可能是 比较依赖他的家人 嗯 他的子孙 都会以指气势 就说啊你 小孩子要怎么样 要孙子要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 没有人规定说 家人一定要当你的朋友了 真的 有时候 有些爸爸跟小孩之间 真的见面就吵 见面就吵 那个关系很紧张 不如彼此保持距离 哎一年见一次 反而感情超好 对对 就不需要一直聚在一起 嗯 那我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说 如果可能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 尽量去旅行吧 嗯 旅行可以带给你的好处在太多 旅行是远远不只是吃喝玩乐跟购物而已 他可以让你认识这个世界 就像我前面讲 反过来认识你自己 可以让你的视野开阔 可以让你不用太完美主义 嗯 可以让你放到什么事情 你看 如果小姐跟我还有四老师出来玩 你就觉得 哇这两个人真的 好随性喔 怎么那么开心 你就觉得那我也好像差不多可以 对不对 所以旅行也不限于一定要去国外 当然不是 你看像四老师 台湾很多秘境他也去喔 然后爬山他什么各种 那都是一种旅行就放松自己 那我也很希望大家 经过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知道未来自己的退休要怎么规划 钱啊 身体啊心灵啊 都可以做最好的一个计划